好 明天就是元旦了 2020有许多的精致路需要来上路 包括基本工资调涨 时薪是来到了158元 月薪则逼近24000元 这也是蔡政府上任以来第四次调涨 打工组直呼超有感 而另外像是两到三岁的幼童纳入托育补助 最高也有一万块钱 赠所随着基本生活费调高 老农津贴调高等等 政府力推攸关民众权益的福祉政策 要帮助民众过好年 拼命摇啊摇调配出一杯又一杯饮料 不论饮料店或是素食店 都可以看见年轻的打工族 2020年即将到来基本薪资 再调涨学生族群超有感 我觉得有 因为就是你一小时差30块的话 你一整天就差很多 因为就是越来越多 因为东西很贵 然后薪水多一点就比较好 每个月收入会增加吧 就是如果有工作比较长的话 基本薪资逐年调涨 从2017年实薪120元调到133元 基本月薪突破21K 到2020年实薪来到158元 月薪更是逼近24K 蔡政府执政以来 针对基本工资陆续调涨 实薪四年来增加三层多 月薪更是打破22K魔咒 增加了将近四千元涨幅快两成 小朋友开心来到公园玩耍 父母亲小心翼翼陪在一旁 元旦新智不只打工足兽益 新手爸妈同样有好康 针对二到三岁 政府再寄出托育补助 公托部分每个月三千到七千元不等 准公托更是每月六千元起跳 最高一万元 预估将会有一万六千名儿童 收到保障 二零二年新年到减税新智也不少 包括众所税 基本生活费调高到十七点五万 将近一百八十四万户受贿 长照方面扣除额也有十二万 甚至老农津贴也提高到七千五百五十元 提高百分之四 新的一年到来 攸关民众权益扶植政策陆续上路 社工薪资调整 几车太久换新补助 不论打工足爸爸妈妈 统统有感 政府推新智 让民众也能安心过好年 记者林亦祥黄家伟 台北政府报道